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刚刚是不是讲了一下这东西的机构功能 OK 那么各位 对这个功能的了解还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我们说啊 其实这个东西只是一个原理性的东西 用来理解我们的数据传递 OK 那我们接下来一层一层来看看它的作用 第一层是物理层 所有跟物理设备数据传递的相关的数据都跟它有关 那么这里说最主要的功能 进行实际的数据传递吧 然后定计接口 往线为什么是八根线 它的线区为什么要这样排 哪一个线用来传递数据 哪一个线没有作用 是不是都是由物理层来决定 听到吧 包括电器特寝也都要 通电代表一 段电代表零 然后对仓式才能接收 你们听到 那数据电视层呢 最主要的作用就是 组帧 就像我刚刚说的 在原始的数据 在上层投机过来的数据干嘛 写入 那个地址 然后组成数据针 OK 啊 什么叫组针 就是 把我的原麦克和 莫加麦克什么写进去 然后 打进去 然后它就变成了数据针 听懂吗 它有一定的差错教验功能 各位 就是 原先的时候 我们 真正说实话 我们原先讲这东西 讲得比现在复杂得多 我们讲这种插错教验 还要讲它有什么功能 从那什么滑动窗口 然后实现插错教验 等等等等 哎 说实话 没有意义 真没有意义 我们知道它的最基本功能就够了 OK 这样的东西 我们可能都不再详细去说 那什么叫插错教验 很简单 在传输过程当中 如果有数据包发错了 它会要求对方 把这个数据包重新传递 听懂吗 就叫插错教验 OK 那么插错教验 只针对TCD协议有效 优惠的协议没有 听懂吗 那 第三层呢 干嘛 网络地址 编织 也就是IP编织吧 啊 再有一个呢 路由选择 这是它最重要的功能 什么叫路由选择啊 各位 计算机A 把数据要想发送到计算机B 在实际的互联网上 它是不是有可能会经过 有多条路径可以选择 啊 啊 哎呦 我的层 它实际上是有多条路径可以选择啊 啊 那它是有可能 直接从这块手就过来了 啊 是不是也有可能是这样过来 啊 也有可能是不是这样 才能过来 没错了 那这个都是由网络层来判断 我到底应该从哪里走 听懂了 那么各位 基本上不需要人为介入 它的论用协议可以自动的来帮你判断 选择一个最优路径 OK 不需要人为介入 听懂了 好了 那么这是网络层 传输层呢 传输层最主要的作用 其实传输层功能非常多 第一个 确定传输协议是否可靠 啥意思 选择你是用TCP协议 还是用什么 有种协议 选协议 选协议吧 啊 第二个呢 传出了这种错误控制检测 同样就是插错交验 就是这个功能 换句话说 传输层和数据链的层数 都有部分的插错交验功能 OK 就是说 传错的时候可以要求你 把数据重发一下 听懂了 以传输层为主 OK 啊 这个东西上面用的很少 听懂了 下一个呢 流控 流量控制 这个 可能在老式老络当中 还是有一定作用的 但是我们现在的带宽和 这个老络的情况下 这种流控 其实基本上不起什么作用 我们也不详细去讲 什么叫流量控制 就是 它是 它采用一定的机制 可以保证什么 我们的数据的发送速度更快 什么意思 正常情况下是这样 你给我发一个包 我把这个包处理完了 然后呢 我是不是再 教求你再发下一个包 你是不是才会发下一个包 这是不是有个等待过程 有个时间差吧 那采用的流控就是什么 我给你发一组包 我发十个包给你 当你处理完第一个包的时候 你就告诉我 要发包 它是不是就会接到后 节省了这种等待时间 能听懂得说什么 但是 但是 这个翻 就是老式的网络当中 咱们原先的 五十六K的包号 网络当中 可能做的比较明显 现在 我们的带宽远比它高 听懂吧 所以 所以 插送的速度基本上 这个东西都没有 那所以 最主要的功能就是什么 选择传输协议吧 然后 确定传输端口吧 啊 确定传输端口吧 能听懂得说什么 各位 在我们的这个 TCP传输协议当中 我们的OSI传输协议当中 它采用的不是点对点传输 而是端到端传输 端到端其实指的 不是端口到端口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什么 点对点指的是 点对点指的是 我要跟你发现 咱们两个之间建立连接 我就跟你说 咋俩说 对 端到端指的是 我们都遵守每层协议的这个 规则 我发出来的信息 任何一个人接收 还是对应这个数据端 都能解释 都能解释 明白 那就跟 GP点到点还是比较先进多 可嘛 点到点是什么 相当于我们可能还不好理 点到点是不是只能是 单前计算机和单台计算机 来进行数据发送 而端到端呢 是不是只要符合我的这个 OSI或者GCP这个模型的 它是不是都能接收到我的数据 各位 其实如果是我们两台电脑 都是公网电脑 你可能感觉不到它们的区别 为什么 公网电脑的话 所有的电脑 我说了 传输数据是不是都是要看IP地址 来确定 一个IP 是不是只能发给另外一个IP 对吧 但是我们现在是有局域 什么意思 网关嘛 然后是不是连了交换机 内部是不是都是内网计算机 口 啥意思 如果我是 这是原IP 这是目标IP 它是发给网关 如果是点对点 只能它跟我的网关同情 能不能 但我们现在是什么 端到端吧 它一转换之后 它发送之后的数据 是不是就可以直接转到内部 能不能 只要符合这个分层协议 它们之间是都可以接收这个信息 明白了 所以端到端要先进得多 我们采用的目前都是端到端传数 而不是点到里面 OK 所以分层协议 是不是才是一个重要的东西 每一层的东西 是不是只在本层来做解释 只要符合我这一层的协议 其他人是不是都能解释 听懂了 不一定是指定 你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说 听明白了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好 好 那么各位 分清楚 我说传输层最主要的功能 第一 你是不是确定传输协议 第二 确定发送和接收专口 明白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明白 那么 更加速的 是不是就是建立管理中指规划 就是我说了 确定它这个数据 是不是需要进行的人参书 是要还是不要 明白 我说什么 然后呢 表输层 是啊 数据表示 也就是说 中文的把它用中文编码翻译上一句 英文的用英文编码翻译上一句 诶 英文编码知道吗 哦 好吧 二四个二代编码 OK 中文编码 国标 这笔 国标 清新 OK 2312 那么台湾的这个繁体中文的编码是必顾 所以 各位 我们 我不知道你们玩过繁体游戏吗 玩过吗 比如说像仙剑 什么宣传剑 那些东西都是什么 台湾人是什么写的 基本上都是台湾人 光叛队 光那个大乙是吧 你不知道 仙剑都不知道 我 诶 诶 在原先的时候 它全部都是繁体游戏 那咱我们的简体中文电脑也是显示不了 需要干嘛 需要安装专门的简体这个繁体转换的这个软件 就是用来把两个编码进行对应 能看到 大家现在的电脑基本都没这个问题 装完就可以用 明白 它默认就已经集成了 原先都是需要架式件 OK OK 那 其实我说 你们之前学的这个 比如说你们常用的图片 我们一般是点这批这 点批这 其实它就标称了图圈的编码合式 不同的图片是不是要用不同的文件来解压 啊 那声音影像是也同样 或者有一个设计就标持了它的这个编码合式 听懂了 但是 中文编码 这是英文编码 各位 英文编码是一个256位的编码 8位编码 啥意思 8个比特位 就能描述所有的语言 没错 也就是 2有8次方 多少 256有多少 啊 哎 英文有多少 26个字母吧 小写26文 大写26文 能不能够 再加数字特殊符号 256个编码就够了 你们可以直接在百度里搜到阿斯克编码表 它把256个这个编码 用这个表格的形式列出 前面写二进制 00001代表什么哪一个字符 代表什么字符 或者用二进制或者用十六进制都可以表示 二进制十六进制的转换 是不是代表后面的那个符号 能听懂 能说出来 因为它很少 就200多的 能听懂 但中文用8位够吗 啊 256个中文字符 中文汉字你觉得够吗 所以它是什么 16位 2的16四方是65,536的 6万多个字符 先说我说 6万多个字符做纯汉字编码的话 也比较紧张 我们把我们现在比较讨厌的是什么 汉字是有很多的时代的时候 导致它有不一样 比如说 原先有转书 历书 然后形书 然后呢 有繁体字 有简体字 所以 我们把繁体字和简体字编码分开对讲 能听懂 换句话说 一个汉字 要用两个英文字母的位置才能存下来 明白 啊 英文字母是一个字符合出来 而汉字呢 一个汉字要干嘛 两个字符 各位 然后 一回车中文写一个 但是你删的时候你会发现 一个汉字 按一个推格键删了一半 再一个推格键删了一半 要按两下才能删掉 所以经常出浪漫 人家基本上就没法用 现在好多 现在不会 但是 我们当年就从那个时代过来了 OK 所以用起来很劲 但是 明确的可以让你看到什么 一个中文是什么 两个英文字母表示 像两位 所以它要复杂得多 但是 基本上常见的中文汉字 都可以用这个东西表示 但是 昨天还是前天就有个新闻 说什么 有个男的 起了一个 身体字 从来不类似的字 读不完 怎么写不知道 然后呢 任何输入法都输出来 剑刀里就没这个字 为什么 编码表里就没有 编码表里就没有这个字 导致它 不能上户口 不能 买火车票 不能做分析 不能办护照 不能能清静 因为打不出来 然后警察就讨论 各个专家就讨论 说 干嘛用这种身体字 莫名其妙 你怎么知道 就骂那些人 但是 既然有人汉字 你干嘛不让用 说明什么 汉字是不是太多了 你要把那些 非常古老的身体字 都加进来 这个不够 那这个没办法 那它现在就是编 我们现在使用的 就是十六位编码 OK 那各位 这个编码 它就不能用一个表格列出来 六万多个汉字 是不是就不行了 但是 它也有一定的规范 可以学习 我们曾经 我们在学的一个什么时候 我们从香港 请的这个分架 其实我说 当时叫做 激石科研集团 我不知道你们知道吗 香港激石集团 当时这是我们中国国内 在最早的因素的进入界 进入他的阶段 我说这个你们可能没有概念 那我换个说法 得嘞 你们目前所能知道的 绝大多数跟因素相关的人 只要他的岁数跟我差不多 他或多或少都跟激石有点关系 比如说 咱们兄弟俩就是一大票的激石人 谁 李明儿 李明儿 李明儿当时是激石的老师 他当时就是老师 然后呢 我是他的第三期的学员 然后呢 李昌 高乐峰 张涛 全都是我的学弟 我们都是激石 然后呢 毕业之后全都在激石工作了一段时间 所以既是同学 这个老师也是同事 包括李建华 李建华你们不知道 知道吗 他有可能接触吧 都是 全部都是 说明什么 当时这些家伙其实还是很厉害 他们起了一些 非常厉害的这种 香港的这种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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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说呢 当时就是比较精通的人 然后有个哥们 那哥们人不错 真不错 到现在我们还做联系 然后呢 他就是 专门研究中文编码 然后呢 他专门给我们做了个讲座 花了大概一天的时间 八个小时 讲这个 这笔二三一二 是 当时可能还不是二三一二 应该是这笔 之前那个叫什么 有点忘 有点忘 反正 他专门花了时间讲 这个中文编码 是如何编短的 然后如何实现中文识别的 如何进行中文表现 讲了八七八个小时 然后呢 他讲得很高兴 几家人全都犯傻 啥呀 说啥呀 不知道 还是比较难吧 但是这东西能做 OK 二线的编码是可以看到的 明白了说什么 有没有人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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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说明 图形 图圈 这个声音 图像 它的编码是不是要更加复杂 它是不是就不能用表格的形式来做 那是不是就必须用软件的那算法 听懂吗 但是归根结解 它是都要把它翻译成二一字 然后是不是才能进行存储和传递 听懂吗 那这些全部都是表示层所需要完成的数据 OK 第二 表示层可以做 加密 我刚刚问你们加过密码 没有 来 看 在Windows当中 只要你是ntfs 的文件系统 点击右键 属性 随便找的文件 安全 在这儿应该是高级 然后就 加密 来 这个勾一打 你确定 你感觉任何变化都没有 你该正常用就正常用 该怎么用就怎么用 所以 很多人就忘了这件事 它是能干嘛 它不需要你输入任何密码 就可以忘了 但是 它加密了 针对的是你当前用户 也就是说 如果你换一个用户的东西 你是不能再打开这个文件 只有当前这个使用的用户 这什么就是自带的加密 它的加密效果非常不明显 因为 你们绝大多数人都做 都是用Eletrater 往里面是吧 啊 导致什么 哥们看到这有个加密 就点了 点完之后呢 确定完就忘了 然后呢 中国病毒 说 给我们重装一件计算机 我说 你把重要数据考出来 OK 他把这些数据考出来 考完之后呢 各位 这采用的是一种公药和私药加密 也就是说 它的这个钥匙 是保存在Windows当中的这个钥匙密码 这个程序里的 如果我知道它有个加密 我必须把它的钥匙干嘛 拷贝出来 重装之后再把它导入 才进行它使用 听懂我说什么 但是 我不知道有这个钥匙 导致什么 我是不是就重装了 然后呢 钥匙还有吗 钥匙消失 导致这个文件死也打完 任何方法都解释 这种加密还是比较安全的 这是一个 应该是一个1124的一架密 以上的材料加密奇迷 非常安全 或者是也不了 导致 你想 做这个事的人是什么 是我们当时的招生的人 他为什么要把这个东西加密 他觉得那东西是比较重要的 我们重要的市场资料 我不可以考 而且 就怕的就是你这样的人 你要不要拿个榔头 把硬盘劈里啪啦啪啦 把它敲碎 敲成碎片 神仙也没办法 这种操作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其实我说 对你单独用户来的路 是没有任何作用的 明白 我的意思是什么 你别犯了 这种事就不要学 听懂吗 你真的要加密干嘛 选一个让你有明确的 需要输入密码的这种方式来解密 你就记得有这个事 听懂吗 啥意思 会加密码 我说过了 压缩减压缩先加的 能用吗 能啊 对加密码讲足够 如果是真正的企业集的 我们后面如果有时间 我会给你们讲PGP加密 OK 这个别打理 听到了 这其实也是利用的是 学教师对加密的原理 我后来讲教师对加密 我将会告诉你们 是什么 这两个州 你没事干都干嘛 都干嘛 没事干都不许我选 听到了吗 听到了吗 选完之后 一切不我自负 不要来找我